我是王瑞瑤,現在人在國際經營行館吃早餐 給大家看一下它遠處的景觀 我可以看到高雄港 然後我點選的是日式早餐 請介紹 那這邊先為您做一下介紹 那這個牛的話它是來自田村牧場的和牛 那這個的話我們驅菜它是用醃漬的手法 這是我們的玉子燒以及干貝甜不辣 這個魚的話它是黑柚乾 這個魚的話它體型稍微比較小一點 那它吃起來的話會肉質鮮美 然後口感會滿彈牙的 那這個的話是豆腐湯 它上面有黑色的話它是昆布鹽 它的做法是昆布加鹽下去醃漬之後做一個烘乾的手法 那就是我們的白牌 所以剛才講說這個田村牧場其實就是無看 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個餐飲集團 也是在高雄精英國際行館裡面成立餐廳的 無看他們特別為台灣養的牛對不對 是 好給大家看一下景觀 除了景觀之外我想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的早餐是半自助食 然後呢一開始你如果看到它的半自助食 你會很吃驚 吃驚的原因是因為呢它的半自助食很簡單 簡單到你會覺得說這個是全高雄最頂級的飯店的自助早餐嗎 我先稍微掃一下給大家看 這是麵包對不對 這是沙拉跟水果 這樣就結束囉 有沒有很吃驚 怎麼會那麼少 怎麼會那麼少 可是呢少不是問題 最重要的是每一種東西它都很新鮮 而且你都想吃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看 它有好的油好的醋 甚至還有自己做的這些醬 然後呢師傅在這邊 哈囉 它的麵包 我剛才只有快速掃給大家看 它的麵包每一款我都想吃 有點誇張 而且它直接就用這種直火回烤對不對 可以幫大家回烤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其實昨天晚上就有吃到這一款 布里歐雪麵包 非常好吃 然後它的吐司就有三款 其中有一個是豆漿 有一個是全麥 還有白吐司 還有在這裡面呢有六種 比如說它有花特 花特呢有一個是原味 有一個是芥末 然後這個很神奇 對不起 這是開心果 對不起 然後呢這個是 他們的老闆今年 想辦法去搶了三百斤 對不對 是 的龍眼蜜 今年其實龍眼蜜 大大欠收 這個呢就是在 高雄青陵國際行館的展餐 不要太吃驚喔 老實說我看到這一區的時候 一開始有一點誇張 我覺得怎麼會東西這麼少 可是仔細看 其實並不少 每種東西都很好吃 拜拜